大家好,我是五仔 這一節我們找到OK仔,梁先生 沒錯,大家好 跟大家談談,大家願不願意將大家的強積金變成年金呢? 何謂年金呢? 我相信很多年紀大的人聽我的台,他們都不太清楚 我們慢慢由梁先生,OK哥跟我們談談 大家好,昨天林鄭施政報告也有說 考慮用NPF的對沖取消了它,而轉成年金的方式 最初都是放風而已,怎知是堅了? 其實放風出來都是堅了薯條的,真蘇不會假牙的 你問我呢,有些人聽到,問心一句 吳師兄你,對NPF的強積金概念都不是很多 我有八千元的 好奇,哇厲害 其實本身NPF的人都已經在罵了 強積金就已經有一個騙局 為什麼呢? 第一件事,我每個月出糧就要扣了 5%吧? 5% 雇主5% 有上限的 即是有上限的,最多供1500元 雇員及雇主,總共3000元 這個原因就再說 是嗎?這麼少而已? NPF每個月都是這樣供的,即是有一個上限 當然你可以自己說多放一些 到了你65歲之後退休,就可以選擇拿出來 他就給你可能,原意是好的 原意就是想著你 幫你儲錢 幫你儲錢 因為他們可能那時候搞就是想 可能香港到你一個期間之後 很多老人家會變成人口老化 政府有這個財政壓力 因為要養大家 如果本身大家都沒有這樣的積蓄 不夠這樣的積蓄的時候 政府不就很麻煩 通界都要政府養 他們又不想搞到一個環境通界都要推紙皮收紙皮 怎麼會有這麼多紙皮呢? 所以換句話說,他們就想推出了強姦金 那些人叫強姦金 強姦金的民眾 每個月強制在你的份量扣一些 拿去儲錢 拿去儲錢 他裡面當然是說要扔下去做一個投資 說得很好,很美好 會幫你累積你的財富 有機會你會賺多了 因為那些基金會賺錢 但是同時間很多人會插 你NPF 很老實說 蝕多於賺的 你的本金不輸了 到你65歲就當執贏了 為什麼呢? 因為裡面有很多的手續費 然後你看到那些基金的組合 就比吃飯多 你每年看它升 看它不跌不輸 都已經偷笑了 一開始幫你追通脹 放在那裡 誰知道你會虧通脹 對呀 有很多人說 你還要這個很高的管理費 有些人在說 你都不知道是不是 跟那些基金打龍通的 基金人、基金佬 誰知道是不是 其實也是的 很多人對這個強積金 已經是很不滿 經常說不如取消了它 我不用你幫我拿錢去投資 我隨時的技術比你還好 你那些基金組合 真的有很多 所以 人們就已經不看好 這個NPF 強積金 但是現在 早一陣子 羅子剛還在說 勞福局局長 羅子剛之前在說 研究取消強積金對沖 怎樣再轉為公共年金 年金的意思 不是退休一次一筆給你 他不是 他有這樣的 當然 他的方案就是 強制或者自動或者鼓勵 把強積金轉為年金 之後呢 把年金投資 他有一個回報給你的 每個月之後 他就派息 當作派息派給你 即是當作退休派息派嗎 簡單來說 你65歲之後 你強積金的錢 拿出來 然後轉到他的年金 然後繼續去滾雪球 我明白的 他每個月再派息給你 息就當作退休金 那個息就希望可以養你一輩子 我們的勞福局局長 羅志剛 他舉了一個很好的例子 他說400萬的NPF 你每個月就可以代兩萬 嘩 我看到這件事 相信不只是我 我相信正常一個打工仔 都會不禁說粗口 真的 400萬強積金是一個什麼概念 是什麼概念 我可以告訴你 我剛才這麼說 正常一個打工仔 你要到供款上限 3000元 何謂3000元 在不自己再銀河包出來的情況下 你自己供1500元 老闆1500 老闆1500元 一個月3000元 一個月3000元 一年36000元 一年36000元 十年36萬 一百年你都先360萬 你一個人可不可以做到一百年事 你不要玩 這個混蛋 我講到這裏我真是著火 你有沒有搞什麼錯 400萬 對不對 好了 我講到1500上限 你知不知道要賺多少錢 我之前打的那份工作 不是特別高工 都是在供1000多元 NPF 大哥 都未去到封頂 如果你想想 可能說很高工的 五、六萬 或者六、七萬 智不智在你NPF那份錢 六十五歲打孝 當然不智在 自己投資 400萬每個月 拿兩萬元 我也說 買那些S級的債金 300萬每個月 都可以拿23000多元 為什麼不自己投資 要讓你投資 對 因為有人舉個例子 他用這些例子 可能年金派息的利率 可能是兩至三里 那麼少 如果美國加息的情況下 息率會比較高 你年金的吸引力度會低了 同時他是不是應該要把年金利率提高 可能說到不是跟美國加息的利率看齊 要比它更大才行 變相政府就是給多了錢出來 那些錢從哪裡拿出來 政府又說明天大嶼投資 你還有那麼多錢 吐出來 沒有的 整件事呢 這件事 好像 有些農妖的 是不是恆大呢 你問我 如果 羅子光想得很完美 是不是每個人拿著四球NPF 真的吃了你 你問我 如果我可以找打工打到有NPF四百萬 我相信 我不仇理這四百萬的NPF 不會拿兩萬元一個月 是啊 你問我 一句 香港有多少打工皇帝 打工皇帝 以我所知只有一個 那個好像退休了 霍建靈 是嗎 李先生 第二把手 還是第三把手 一年賺很多錢的 他打工好像幾千萬稅 這麼厲害 你問我吧 人家給水 給那麼多 你那個NPF 那幾球 你知不自在啊 你問我 都懂得投資啦 對啦 像你說的 我本身 我盜的那份人工 拿來投資 可能買了很多產業物業 有固定的資產 是 最後那些NPF 都是省紙來的啦 好了 到你普羅百姓市民 我當你一個月供幾塊水NPF 連同老闆那份 只有一千多二千元 我也不知道可能要做二百年才可以 才找到四百萬的 就是這個壽命啊 神經病的 我又是上了天上人間的 這些局長 所以你昨天問我 說這個話題 我說會扯火的 聽到都扯火的 理財觀念 理財觀念 完全是 很天堂 很美麗 我想說 其實那個出發點 都不差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我在這個社會 聽到有些消息 有些女生 經常想買漂亮的貴東西 經常都說 有時候找不到東西做 沒有東西做 就走去 拿回NPF出來 有人說可以有方法 本來這件事的原意 是被你退休的時候用的 沒錯 但很多人 譬如有些中年人 就像現在 你說疫症的情況 有些就是被人解僱 有些只有七折出糧 很多就是生活有些問題 供樓 或者是租樓 很多這樣的問題 就說想拿回NPF出來應急 那你這次應急 你將來老了就怎樣 其實是的 本來正如我的題材這樣說 我先說一下 他說 其實人們的理財觀念 是很薄弱的 很薄弱的 你這一刻 才花未來錢 你現在花了 買了一隻袋 我看到有些網上風傳 教人怎樣拿回 你大了的時候 你老了 現在最有能力賺錢 你都不去賺 你老了就不用賺 這是政府的樣子 他本身的概念 你問我 如果他每個月 派息給你 出發點是好的 但是那種感覺 就像你說 駕駛名日大 就恐怕 害怕 你的錢去了哪裏 會不會說 你知道恆大那些都是這麼懶惰的員工 是不是 所以不是不好 出發點是好 但是你和你的息口很弱 很弱 很弱 為什麼我光顧那些保險 有些說SSS級的 那些都不止這個息口 或者我有四百萬 我拿來買樓的 是不是 我穩穩陣陣有個磚頭 如果不是那四百萬 你當你派息 我以後死鬼了 那四百萬又會不會怎樣 會不會被人沖了 是不是 不是啊 留給你家人 每個人都可以有幾百萬收發 其實 如果將它變成年金的話 可能將來很多人會增產 會 這麼說 你那四百萬 像你所說 我變成磚頭 其實我難聽說 又是做一些所謂的陰質事 我只收租都收到過這個數 過了 做很多事都過了 有些人甚至想做生意 買股票 有些時間 所以他想這件事 原意 也是那一句 原意是為這些打工仔著想 所謂的退休 當然 有些人為了現在想拿錢出來 就用了很多古靈精怪 所謂的偏門 我這些就不說了 始終不是正途的東西 如果你要移民要離開 有些人申請去拿 都很正常的 但認真一句 強積金都走了這麼多年 我看報道紙 直至上個月平均帳戶結餘只有二十多萬 我當你打工仔 大家都做多二十多年 你哪有可能說到他的數字一半都沒有 四分之一都問哪 你問我 說一百萬 強積金 你轉過年金 每個月都拿6千元不夠 一百萬差不多 你可能說 你五千多元一個月 到你六十五歲打工後 比你拿長生瓶那些 三千多四千元到的津貼 你起碼多一千多二千元 所以原意他的想法就是 如果你拿了這些之後 第一件事有人說 研究這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他行了年金之後 拿了這塊錢 那些長者生活津貼 或者其他津貼會還有沒有呢 這個問題 因為你每個月有兩萬元 你還要付生果金 他真的是一家便宜自己著 這是其一 因為有人說 你始終年金派息的錢 某程度上是政府給你的 是啊 如果你拿了政府這個津貼的時候 你去拿其他什麼生果金 長生瓶 住屋津貼 各樣那樣的時候 你不就 政府兩條稅 我想他就這樣想的 他不給的了 你每個月 你都有兩萬元 你還用什麼要生果金 是啊 你都不合格了 好老實啦 我也是那句啦 如果你擺到四百萬元年金的時候 我都不稀罕 我都不想拿你的那些津貼 就是這樣說 如果你那個強積金 你退休的時候 洗掉了 你都還有政府救的 現在這個 你自己搞定自己 是啊 其實他原意就是想著你把錢放在政府那裡 政府就派息 你說我啦 我不知道如果你八年龜佬的時候 那錢就派給誰 慢著 我一想的時候 我們老得來的時候 都在2049年 我們那時候應該是香港中國 心緊扣 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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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如果派在政府那裡 每個月派兩萬元給你 轉個頭 我不知道啦 你知道我們是共產黨的國家 沒錯 有些人說 他如果有子女有成成 可能那塊錢歸他的子女 這件事我不知道 但是不清楚 其實現在香港又有多少獨居老人 孤獨老人 子女無理 對啦 我不是說這個政府 狡猾 他立心不良 我某個程度上 我又覺得他侯住別人的家產 你覺得是嗎 你想想 當然 難道真的那個老人拿著四球 不可能的 正所謂雜疫的成球 不知變成多少球 會 同時間 可能他又會想 好的方面就是 你放些錢過來 我就拿了你們的錢去 轉移做其他東西 你說做善事沒有那麼生氣 是啊 變成這裡的人就是這樣 但是沒有的 你始終離開了 生不帶來死不帶去 他說政府期望就是 希望退休人士 自己做一個現金樓 不想下下就去拿獎者的保障 俊貼 我也說了 都是那句 好話不好聽 你自己搞定他 不要煩我 但是 其實他同時間想的東西 實際太離地了 你的NPF 要人供應是慘的 錢的計算那麼多 到你退休的時候 我當你做多10年 做75歲才退休好嗎 我們計算一下有多少錢 我當你20歲開始 你做事做到70 我當你50年 10年有30多萬 我當你20歲已經賺到很高的薪金了 36萬一年 36萬一年 36萬就有10年 然後就50年 就乘5了 那就是170多萬而已 我當你180萬好嗎 剛才他所說 400萬有2萬來計算 每人平均年金 就將他變成每個月有7-8千元 我剛才說的100萬 就有差不多接近6千元 我不是說他聰明 政府不用養了 你每個月有7-8千元 但是你想一件事 怎樣 他可能到退休的時候 那7-8千元是怎樣花的呢 我知道 我當然明白 通貨膨脹 物價已經是否不同了 再加上NPF又跟你虧了一點 是啊 真的啊 NPF那塊錢你隨時很高的 很高一點 就是很高一點 經濟不好 也很高一點 一年就高一點 10年就高一點 6-7千元一個月 現在我們用現在去想 勤力那些 正老那些 你說有6-7千元給老人家 普通每天醫食住 不是他給 是我們自己存的 老人家拿著6-7千元一個月 是好的 當然不用那麼辛苦 政府還要在弄紙皮 推紙皮 撿垃圾 這麼可憐 是好的 當然 看醫生也不用說 可能他們可以自己申請 政府好像有一點脫爛的感覺 是的 申請可以用6-7千元看醫生 如果本身的老人家 可能是普通雙瘋咳嗽 現在不是醫療券那些嗎 是的 也是一塊錢 一年只有2000元 好老實說 你現在看過普通門診 普通耳鼻喉 雙瘋感冒都三百多元一劑 一定 是不是 你還要投雲新興 再開一些貴藥的 四百多五百元就沒有走 夠得你看幾次 那塊錢醫療券 好話不要聽 你五六千元 我當你老人家長命百歲 身體健康 OK的 沒有問題 如果長命百歲 那塊錢你肯放下去 你不要說政府吃了他 你生於私就長於私就給他 如果這樣說 你去到百年歸老 你起碼不會砌糧 你知道有些人 年輕的時候轉頭又說什麼 就花了些錢 可能有些人退休一拿出來 都轉頭就花了 走到澳門用什麼 沒有的 你一個月有六七千元 你去完澳門輸完之後 下個月還有六七千元 當然我不建議老人家 大手拼 沒得建不建議 他本身是 當然有些人說 我已經活到一把年多了 像你說的 生不帶來死不帶去 我來的時候是兩袖清風的 我走的時候也是想兩袖清風 我天天去賭罵 菜山人安樂 很開心 他這樣過日子也可以 你只選擇 人去到一把年多 那枝媽蒸 那枝媽蒸 做鐵排骨飯 有一天 整件不姑 不姑戰雞 沒什麼所謂 但是你問我的意識 真的有一點想多了 局長 或者政府 你去想這些方案的時候 不如學一下 像你所說 學一下新加坡那些 有什麼的 新加坡那些 又是強制你去存錢的 但是那塊錢是可以給你置業 拿出來置業 香港人說我存了那塊錢 那塊錢雖然有幾十萬 我買樓有幾十萬用來裝修也好 或者可以幫忙保護下首期也好 不行 沒有 很難說的 這些不可以說滿足所有人 我覺得這個政策對某些人是好的 但是如果你說亂拼錢的那些 我覺得他的強制金也不放有 那當然啦 亂拼錢和強制金的不大就另一件事 因為強制金就逼你存了下去 他不做事 不做事就迫著連金也沒有 現在多少人是全職批評者 因為就是不想靠NPF 不想放在基金上 不知被你賺還是虧了 與其他想 不如你虧了 不如我虧了 沒那麼生氣 這樣算吧 剛才也說了 如果這樣算20歲開始的NPF 這樣存 不如你自己再存100萬 扔到那些債有7至9厘 每個月都有7千多元 加上NPF7千多元 每個月就有萬多元 其實是這樣說的 如果個人理財是積極和進取的 當然不是高風險那些進取 他肯存錢的話 基本上 我經常都說你可以無視NPF那塊錢 無視 你不可以不用想那塊錢 因為你可能在每一年 或者每一年的投資 他存下的錢 很快追回你 存下NPF那塊錢 所以這不是問題 NPF只不過是 最低最低最低的一條防線 最後最後那條防線 就是 你最後沒有水 也希望有一滴東西 舔一下也好 在沙漠上還有一滴水 給你舔一下 沒有那麼嚴重 不是的 那幾十萬 好說不好聽 你去到腦袋 突然有一塊錢 很多 轉個頭就是花光了 你年輕人 我給你拿出來怎麼辦 多少錢 那裡十多二十萬 我真的覺得 香港人的理財很弱 因為你聽很多人說 你不要保留我 你給我了 其實他沒想過 你花光之後就沒有了 那塊錢你不是拿來增值 沒有的 他洗完就洗了 吃喝換落洗了 洗了之後怎麼辦 就拿工去換 有些人是這樣的 這是有他的計劃 但是又沒有如理想 所以是的 無論他推出這些政策也好 你問我 我覺得他真的要先想過 先量度一下 好了 先量度好一點再談過 今天時間麻煩OK仔 OK 拜拜